現在香港的形勢越來越緊張 因為最主要是共產黨向香港私家的壓力越來越大 當然他覺得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為何選了這麼多個月都選不到主席發難 那幫保皇黨本來坐在這麼多個月都不會做事 被北京罵一罵他們又去找法律意見 大家又在立法會上吵 這樣就已經令到大家的情緒很緊張 接著過了兩天就是母親節 母親節其實那些人是想出來和家人一起去分享一下 但是那天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不同的商場 都有很多市民出來又要唱歌又要喊口號 那些警察又衝進去趕人又說他們違反限聚令 搞到那些氣氛很差 而當晚更加在旺角街頭更加大的衝突 又有人宵夜、堵路 還有那些記者也對記者是很差 很多記者被他逼在牆要蹲下又要拿個身份證出來 那些記者都是很大的反彈 所以第二天不同的新聞界團體聯合寫信 是要跟警務處長談 覺得是很嚴重的侵犯新聞自由 而最緊要不只是新聞自由 因為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混在一起的 如果沒有新聞自由是沒有表達自由 也沒有言論自由更加沒有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自由 所以這個也是很緊張 而當晚我們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在場 後來那些警察屈他就說他向警察扔水瓶 他說沒有的 但那些警察就將他推到地上 又有人按住他的頭 後來要入了醫院 第二天才出來 所以你看搞到這樣 我收到訊息的人從四面八方跟我說 其他地方不會這樣對立法會議員 為何現在變得大家都不認識這個香港 所以是很緊張 林鄭月娥還怕死不死 火上加油 就給大公報的訪問 很長的訪問 一方面講一下怎樣不用封關 給內地的人來 學生又回來上課做生意旅遊 另外亦都攻擊教育界講通識教育 其實通識教育就是董建華那時提出的 是董建華那個班子那時推動的 所以不要以為是哪些人搞的 就是他們自己搞的 現在就算到今時今日可能有爭議 但是有些親北京陣營的人都覺得通識是沒問題 現在也是檢討著 但是林鄭又要出聲了 又說要把關又說要學生給人洗腦 這樣就令到教育界和很多市民非常之惶恐 因為他覺得特區政府或者共產黨是要去修理 去處理這個教育界 這個亦都跟新聞自由一樣 這個亦都講到你的思想自由 良知表達自由 教育的自由 學術自由 這些東西全部是觸及到的 所以令到市民是很擔心 問題就是現在因為立法會上個星期五 搞到那麼厲害 李慧琼就說他自己仍然是內會主席 他亦都處理了很多積壓下來的問題 政府當局馬上就說 好了我們這個月遲些你就恢復二讀國歌法 這樣有些人又很大意見 那其實你說要國歌 在香港有國歌法 其實有些市民覺得不是那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很大意見 當我們處理一些很大的矛盾的時候 是要大家坐下來談的 但是現在什麼都沒得談的 你一定要支持我 不支持我就沒有了 喂我們什麼時候香港會是這樣 很有趣上個星期五 在立法會他們打到啵啵啵的時候 剛剛我自己網台我在做訪問 我是訪問誰 是前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我們兩個大家坐在那裡談 當然我們大家都覺得現在議會搞到這樣 我們都好似無能為力 但後來有些市民跟我說 他們說你看看你們兩派都可以坐下來談 為何這些日子好像都沒了這樣 你看立法會大家都好似殺負仇人那樣 大家來這麼大的衝突 而如果你國歌法來也好 或者你這個月遲些在北京人大又開會了 會不會有些更辣的東西來對待香港呢 好像有些人說他要立23條立法 就基本法因為他太過覺得不耐煩 北京說二十多年都立不到法有沒有搞錯 如果你再不立我們跟你立了 那梁美芬又怕死了 阿鼠王芬又怕死世界不夠亂 就說如果國歌法過不了 北京不用你了不用擺下去基本法附件三 直接中央殺下來 其實中央要做很多事可以做 但如果這樣做 就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違反了基本法 違反了一國兩制 現在的問題很多市民都問 是否北京完全不理以前做出的承諾 就要香港說得差點是否同歸於盡 是否要這樣搞呢 香港市民我相信很多 你說是有些人要搞獨立有些人要什麼 但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希望北京共產黨 守回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 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自港 給香港人享有自由有法治有人身安全 你答應了五十年不變至二零四七 現在二零二零已經搞成這樣搞到人心惶惶 實在想怎樣呢 我都是再講那些可以跟北京說話的人 包括商界其他專業人士 我都希望告訴北京 叫他不要那麼瘋 你就算北京不再需要香港 就算你死了 都不是呀 香港老實說 你九七年將它交給英國 將香港交給中國的時候 是一個很繁榮穩定的城市 為何二十年左右就會搞成這樣呢 其實你習近平怎樣向中國人民交代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形勢非常差 而我擔心會繼續差 因為繼續多市民會出來 它不會被警察打人虐待人嚇怕 你這樣搞是不行的 大家應該要坐下來去談 特區政府要聆聽民意 所以北京也不要這樣壓迫我們 近兩個特區前行政長官 董建華和梁振英和千多個商界 又專業人士又學術界 成立了一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我都問過葉國謙和文哲育成 我們出發去哪裏 當然有些人說他們是一個手段 是統戰的 立了他們想立那些人一起 要聽共產黨的指揮去做事 亦都希望香港市民看到害怕 那就跟著他們 但另一方面對民主派也好 對其他市民敵意非常之龍 打人拉人 星期日晚拉了二百多人 亦都對記者很差 它是完全不會手軟 即它兩邊都做 軟的又派口罩給你 又說不會炒人 儘量減低這個失業 去籠落民心 但這裏你想講些東西 它不喜歡聽 這些東西它就打到你飛起 我覺得這些手法 香港人已經是見得太多了 香港人是不會受的 而我再強調 香港不是要搞獨立 香港不是說要買軍火 去推翻林鄭月娥或者去推翻共產黨 香港人是要北京要共產黨 守承諾 你又說自己做一個國際大國 你要守承諾才行 那你就給香港 大家有些什麼不同意見 大家坐下來去談 大家去處理香港的矛盾 不要令到這個城市這麼撕裂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是五月一邊看 六月七月八月 大家會覺得是很多很大型的示威遊行會出現 最近也有幾個外國的傳媒訪問我 他們都說 那是不是那個經濟是沒得搞的 因為現在經濟已經差了 大家會擔心繼續差 如果你說這個瘟疫是完的 都不知道完不完 因為好像中國現在又再有事了 其他地方又有事 如果這個瘟疫繼續的 那經濟當然不行 就算你沒有了 處理了瘟疫 但是如果你又是經常有大型的 你說叫做什麼 公眾的活動 其實就是示威抗議遊行 那你很難搞 那經濟怎麼可以去復甦呢 所以我們是希望所有 真是希望香港是可以去安全 去自由 有法治地去發展的人 在這個這麼困難的時刻 我都希望他們出聲說話 是令到香港是不會更加再陷入 這個水深火熱的情況 我最近是聽到有些在商界的朋友跟我講 他們是覺得北京對香港已經失去耐性 因為從他的角度 他覺得我都收回香港二十多年了 但是要你立基本法二十三條 國家安全法又立不到 那些人又經常吵 經常罵北京 他覺得完全是大家都不接受 他就是中央政府 但是香港人經常都表達不滿 有些甚至說要搞獨立 所以北京是完全覺得 你這班人真的不行了 我們要嚴厲些去處理你 但是對商界來說 他們很擔心 不是說他們很想幫我們搶民主自由 我當然想 但是他們覺得 如果北京很強硬地去處理香港 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一定不行 一定是否是好的環境 讓他們做生意去賺錢 所以他很憂心 當然他們也擔心九月立法會選舉 如果到時真的很多人投票支持 民主派候選人 甚至令到他們在議會裡面 可以過半數 七十席當中可以有三十五、三十六席 他們說北京已經說了是不可接受 北京是不會接受的 我還問怎樣宣布軍管 他們說不知怎樣 但是北京是不會接受 所以他們也很害怕 你這樣搞法 那就搞死香港 所以我都叫商界專業人士 跟北京說 告訴他們不要那麼瘋 但是國際社會 有人說 北京就是因為以為 現在那個瘟疫搞到全球 所以很多國家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他哪有空理你香港 但是我這幾天已經有幾個外國傳媒訪問我 無論是美國也好澳洲也好 他們都是關心香港的 所以他們關心香港 不是因為他們說我很關心你香港人 而是他們有大把自己的國民在這裏住 在這裏工作在賺錢 所以如果香港真的有什麼不測 嘩 如果他要撤橋 你說加拿大 他說他有三十萬公民 怎樣撤 有幾多隻航空母艦才可以弄走他們 你就算英國都不知道有幾多萬英國公民 美國也是 那麼多間公司 所以他們出聲不只是為香港 亦都是為他自己 我當然希望國際社會一定會看著香港 因為他們自己的人民都是很崇尚自由民主法治 還有如果有些人真是違反這個人權 我是很希望那些國家如果有些法律的 是會處理這些人 因為他有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 他可以禁了他入境 或者是凍結他的財產和他的物業 那我覺得這些是應該要做 亦都希望會做